这样把发甲给放到背面部的中间 放正 然后这样在背面 这个发甲的根部 给剪一个孔 这样可以把它给穿进去 然后把位置给摆正 然后接下来拿出浇灌 用打火机烤一下 涂到发甲的背面 放上修好的成品 这样放好捏一下 然后接下来把边缘给再修剪一下 这一次修剪的时候 慢一点 把边缘尽量的修剪到小一点 这样可以慢慢的剪 不要剪到里面 不要剪到里面 这样有拐弯的地方 可以这样 这边剪一下 然后再来这边剪一下 可以把这个角给剪出来 对不起 然后再次发现 就像这样 然后再次填装 一 way 那当然 都不合一切 我那个点 得到 我 然后再把边缘 这些部分给粘上 这样涂到边缘 然后按一下 胶如果有多出来的话 可以这样把它给 刮一下 这样把边缘给粘一圈 稍微晾一下 然后这样再给捏一下 然后再给它 我们再用一个小匙 然后再给它 再做一张 然后再给它 再给它 这样稍微晾一下 再捏边缘 就不会拉出很多丝来 也不可以晾得太久 晾太久就干掉了就捏不到一起了 看一下边缘部分都给它粘上 多余的部分给 多余的胶给擦一下 然后这样 这样的手上也没关系 这样给拿掉就好 OK一圈都给粘上之后 再把边缘多出来的胶给剪一下 剪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 不要给剪到里面的修布 其余的也同样方法给它粘上 兔耳朵这里 由于下面是发卡 可以这样直接留着 然后再继续 再继续